有这些特殊癖好的人,往往心眼很坏,不管是谁都别深交,我们生活的交际圈,往往是个大染缸,既有良善之辈,也不乏各路的牛鬼蛇神,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欲望和渴求,挣扎和苦闷,这不可避免的导致,大家一起共事相处,即便你是个好人,正直之人,也依然会被恶人针锋相对。 一般来说,往往有以下这些癖好的人,心眼都坏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欲试明哲保身,还有一类人,也不值得深交,那就是明哲保身的人,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,但是这不代表着他在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,都要先以自己的安危为第一要务, 有时候,我们需要承担一些属于自己的责任,哪怕这份承担会给我们带来风险,但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担当,欲试明哲保身的人,他们就不具备这样的担当,在他们的心中,没有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重要,他宁可拖累事情的进度,或者是置之不理,都不愿意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,他们束手束脚,又过于投机,想到的看到的都只有自己,毫无大局观。 这样的人,无论是交朋友,还是一起共事,你都时刻要防备着,他随时可能为了自己,而把你推出去挡枪,总爱利用别人,有一位老江湖说过,在这个世道打拼,也不过是你利用我,我利用你罢了,利用二字,一直被人所讨厌,比如说坚守善良观念的人,他们一听到利用二字,就只会感慨人性坚恶,世道苍凉,尽管这是现实, 但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的行为,永远都不会消失,我们所能做到的,就是不要轻易被人利用罢了,如果你被人利用了,还能得到一些酬劳费,那还算是可以接受的,而那种既想利用别人,又没有任何付出的小气之人,就显得有些不懂得做人了, 你在单位当中心情付出,搞定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,谁知道有人来到你的身边,希望不劳而获,而且想独占你的成果,那你该怎么办呢? 猜疑心重,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,小伙子出出茅庐,来到一家公司,恰好认识了另一个刚来的公司的年轻人,两个人正好在一个小组里工作,由于两个人都是新来的,小伙子对自己这个同事非常关照, 从内心把对方当做好朋友,可是对方却是一个猜疑心特别重的人,表面上与他称兄道弟,其实内心一直在想,他对我这么好,肯定是有所图,我才不会上当呢。 于是,在一次工作中出现了失误,明白着不是小伙子的责任,但是他这个同事却偷偷向领导打小报告,诬陷说都是他的问题,看到小伙子受了处分,这个同事在背后非常得意, 对于猜疑心重的人,一定不要深交,因为不管你付出多少真心都是徒劳无功,甚至最终还会害了自己,打听别人的收入和资产。 这种喜欢打听别人的收入和资产的人,在生活中也并不少见,他们可能是你身边的三姑六婆,可能是你身边那些自诩为你好的所谓朋友,他们打听你的收入和资产,除了满足自己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外, 更有可能的是,他们在心底里在跟你暗暗比较,暗暗较劲,他们通常是那种看不得你好的人,你赚的比他多了,财产比他丰厚了,他们就会感到很烦躁,甚至有可能,他们会在心里暗暗诅咒你,希望你做啥啥不顺,希望你倒霉亏钱,如果你真有这么一天。 他们绝对会是在心里偷偷拍手称快的人,不想看见别人过得比他好,这就是人性,人性就是会使一个人的心变得阴暗,做人双重标准,有些人为人处事,向来有两套标准,因为他们的出发点,永远是自己的利益,至于别人如何? 他们不在乎,小江跟前任分手,就是因为前任的母亲是一个做人双重标准的人,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跟小江是自由恋爱,没理由要彩礼,所以直接告诉小江的父母,想嫁到我家来可以,但是彩礼一份没有,可同样是自由恋爱,他嫁女儿的时候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,当时他狮子大开口,直接跟南方家庭要了30万彩礼,还说差一份都不会让女儿嫁过去, 这件事被小江和小江的父母知道以后,当场就无语了,原来有些人真的可以如何双标,娶媳妇不给彩礼,嫁女儿却拼命要彩礼,这种只考虑自己,不考虑别人的行为,真的自私到了骨子里,如舌如蟹,有些人看起来老实芭蕉,实际上满肚子坏水,有些人看起来很好相处,实际上舌些心肠,做事一般都不择手段,所谓画猫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错, 我们能够看透别人的外表,但不一定能看透别人的内心,经历多了的人,自然就会明白,这小小的人心,实际上有着让人惊悚恐惧的阴狠毒辣,说得难听一点,整部人类发展史,实际上就是一部人心争斗史,你面后心黑,我也面后心黑,于是乎修罗场就出现了, 如果你是老实人,那你该早日远离心如毒蝎的恶人了,随意参与到别人的争斗当中,你很容易会成为老虎口中的盘中餐,为人处事的第一准则,便是看透人心,随后明哲保身,一切。 仅此而已,在你遭遇困境时,落井下石,莫言曾说,往往落井下石的,都是自己人,看你笑话的,都不是外人,不想你好的,都是身边人。 身以为然,这个世界上,锦上添花的人很多,雪中送炭的人却很少,人生就是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,没有谁的人生会一帆风顺,如果你不小心跌入低谷,身边的人要么冷眼旁观,要么落井下石,仔细观察你会发现,那些高高在上看你笑话的人,都是那些曾经在你顺风顺水时,与你称兄道弟,亲密无间的朋友。 然而,一旦你遇到困难,落魄了,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,甚至对你进行嘲笑和打击,他们丝毫不会顾及旧情,也不会理解你的痛苦和困境,更不会体会你的无助和绝望,他们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,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看待你的遭遇,甚至以此为乐,爱挑拨离间,一个心术不正的朋友,就是埋在你身边的一个地雷,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被引爆,网上有一个问题, 人为什么会喜欢挑拨离间,底下有人回答,一是因为利益,比如他喜欢的人爱上了你,二是因为妒忌,这是人的劣根性,三是因为爱说,只图自己开心,不管别人痛苦。 细数种种挑拨离间的原因,答案无非就是一个,心术不正,人品不行,对于这样的人,最好不要轻易靠近,如果你以为你会成为他的例外,那你就错了,他们人性中的不堪,是即使亲人出手都难以救赎的,人性如此,妄想改变他只会是徒劳,你该做的是离这样的人远一点,免得他被老天爷收拾的时候,误伤到你。 禅媚凤迎,唐朝思想家魏征说,目不淫于炫耀之色,而不乱于阿谀之词,朋友建立的基础,是彼此的信任和尊重,是靠感情维系的亲密关系。 而禅媚凤迎的人,恰恰做不得朋友,因为他们往往是视力小人,眼睛里只有功名利禄,而不会有真情存在,他们与人交往,就是看对方的价值,并且处心积虑的想办法,要从有价值的人身上捞到好处。 这种建立妄议的朋友,刚认识我们时,可能对我们热情友善,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实力,不敢轻易怠慢,一旦他们觉得你没有了利用价值,不仅会弃你而去,还可能出卖你。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,人和人就是完全的利益关系,没有契约精神,更没有将心比心和情深意重。 经常强人所难,人与人之间相处,重在懂得尊重,照顾到对方的感受,大家平起平坐,那些喜欢强人所难的人,往往不是什么好人,他们总是试图用语言对你施压,让你勉为其难的做些对他们有利的事,却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,损害了你的健康和情绪。 而事后,这种贪婪自私的人,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愧疚之心,甚至会草草地打发你,敷衍你,请你随便吃顿饭,或者说几句含糊其词,缺乏真诚的话,遇到这样的人,请不要过分忍让,我们虽然从小被教育为要谦让和关爱他人,但也要懂得保护自己,总是理所当然的看着别人为自己付出,而他自己却不愿付出分毫的人,缺乏人情味,不值得我们来往, 擅长见风使舵,善于察言观色的人,表面上思维敏捷,实际上都是败高踩低,他们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和态度,然后说出一些看似玩笑话的语言,逗人开心,让人见识到自己的幽默机制。 但是,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,这些人只开弱者的玩笑,引得强者开怀,他们不会顾及弱者此时此刻的没落,只重视能否都强者开心。 这里的强者,可以是领导,长辈,受人尊敬的人,社会地位高的人,为了博他们一笑,无所不用其极,这样的人,会让其他人感到反感和厌恶,他们的表演和聪明也只是用在了见风使舵上,缺乏同理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价值, 真心把你当成朋友的人,不管你混得好不好,都会对你始终如一,而那些只想利用你的人,对你的好坏则完全取决于你的成就和地位,他们是典型的视力眼,喜欢捧高踩低,看人下菜,这类的大多缺乏同情心与同理心。 对他人的痛苦与困境视而不见,甚至以此为乐,他们的心灵仿佛被冷漠与自私所侵蚀,无法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真情,在他们眼中,只有自己的利益与欲望才是最重要的,为了这些,他们可以不顾一切,甚至伤害他人,一个人心眼很坏,从这些地方就能看出来,根本无需伪装,如此种种都为我们上了一课,告诉我们要学会小心防范,别再行刹大错, 宁愿独身一人,也不要乱交友,交错友,否则你会一生后悔的。